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每一天要心无所住 那你的心处处才是进步啊 所以如果你心只要住在哪个位置 你所住的人间的不管哪个地方 因为它是红尘 那么慢慢的就会在你心中会有污浊之处 所以忘不了过去的人心中就有污浊 所以很多人就是忘不了 很多歌曲也是忘不了 勿忘我了等等 你的心怎么能清静 当你天天忘不了过去的时候 当你忘不了别人对你的好也忘不了别人曾经伤害你 都会对你寂静产生障碍 所以一个痛苦的人怎么能够静下来呢 如果你能在滚滚红尘当中 你能够放下这些 你就是弥陀 你要时时刻刻打消这些妄念 你要见证实相 死要面子的人 不会有好的果报的 以相妙用 以真实的如来相 来印证自己内心的佛像 对人间看穿看破 但是要善待 要妙用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禅门观 能够有智慧来看待这个世界的一切 你就拥有了超越我们一般凡尘的 烦恼障碍的一种智慧 所以念经 同样也是要把这些经文念到自己的第八意识当中去 这个种子成熟了 你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今天念经的人 能够念成了 你就成功了 所以念经要念出佛的种子 做人要做出圣人 学佛要把佛的愿力做出来 学出来 然后你才能产生愿力 你才能用这个愿力去战胜 人间一切烦恼 你最后才能成为人间的活佛 今天师父接受到一篇一个地址的忏悔信 这个地址说呢 昨天无意当中看见一篇文章 是关于佛陀教旨的文章 他说我突然发现 原来师父教育我们和佛陀是一样的方法 对我们的会命 师父格外的重视 对我们的毛病深恶痛绝 对我们的生活观心计挂 因人失教 既有狮子猴又有尊尊的善友 教导我们征修实修 不要功高我慢 他说他看到一个故事 关于佛陀教育他的孩子 罗侯罗的 师父在这里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就是讲佛陀怎么教育他的孩子 罗侯罗 实际上我们都是佛陀的孩子 我们都要接受教育 在《教诫罗侯罗经》中记载的 佛陀善巧方便教导 罗侯罗改过的典故 罗侯罗开始修行的时候 他因为比较小嘛 佛陀的孩子比较淘气 他学法持戒 有疏忽的地方 因此受过佛陀父亲的训诫 那么这个经文对他喜欢说谎的坏习惯 佛陀用了一种比喻 这在相应部的第二品当中讲到 就是对小沙米解说世事无常的本性 师父觉得这个弟子选的这一篇非常好 所以师父今天跟大家讲 因为本来我给大家准备了另外的佛陀的故事 今天就告诉大家这个故事 比较贴近我们的生活 师父也是这么遵照佛陀的教诲 在教育你们大家的 有一天佛陀命令罗侯罗 他的孩子端着一大本水 洗佛的双脚 双足就是双脚 洗完之后 佛就问他了 孩子这些水可以喝吗 罗侯罗说 洗过脚的水不干净不能喝 佛说 你知道吗 你就和这个洗足的水一样 水本来那是非常清净的 洗了脚之后就很脏 就比如你本来是皇宫贵族的王孙 远离世间虚假的荣华富贵 你现在出家做沙门 你不精进修道 不清净身心 不守口圣言 整天讲玩笑话骗人 三毒的污垫 填满了你的心中 同清净的水里 有了购汇一样 佛陀从来没有这么延伸 力射地对罗侯罗说过话 罗侯罗低头不敢仰望佛陀 佛陀招呼他把水拿去倒掉 这才敢移动身子 等罗侯罗倒了水回来之后 佛陀又再问他 这个盆可以用来盛饭洗米洗菜吗 罗侯罗说 洗脚的盆不可以盛饭吃 因为盆里不干净 上面有污垢沾着 所以不能装东西吃 佛说 你就是和这个盆一样 你虽然出家做了沙门 但是你不修戒定慧 不敬身口意 满身充斥的不实的购慧 圣洁光明的智慧 大道的资粮 怎么能够装进你的心中 佛陀说后 用脚把盆子轻轻一踢 盆子就滚得转起来 罗侯罗很害怕的样子 佛陀就问他 罗侯罗 你怕把这个盆子踢坏吗 罗侯罗说 佛陀不是洗足的盆 是很粗的用物 坏了也不要紧 佛陀跟他讲 罗侯罗 你就和这个盆子一样 不会得到大家的尊敬和爱护 你出家做沙门 不中威意戏弄妄言 自甘堕落 自取下见 这个结果将使谁都不爱护你 真是你 就是到了命中的时候 也不能觉悟 你会处在迷中 增加更多的迷惑 罗侯罗全身流汗 惭愧的无地永生 他发誓自己以后 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心 我绝对不能自甘堕落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对弟子们身上的毛病 作为一个师傅 要严加管理 如果对弟子身上的毛病 不好好的管 就是放纵 就是在伤害他 就是看见他自甘堕落 让别人看不起他 所以要熟悉自我 自己要了解自我 要降服自我 要改变自我 否则更何谈去改变别人 所以学佛是对自我 佛心和善心的一个交代 不是做给别人看 很多人的一辈子 假修 有什么用 所以要了解一个人 让这个人修心 首先要看他的出发点 和他的目的 是不是相符合 你看我们很多学佛人 出发点就是为了 让自己家里 有一个病人身体好 就单单这个出发点 等到他家里病人求好了 他就不休了 真正有智慧的人 今天的学佛 不是单单为了 帮助家里人 不是单单的 为自己求得顺利 人间去除很多烦恼 而是你真正的目的是要 超脱六道 能够一事修成 如果你的目的 和你今天最后的愿望 那是相符的 那你这个人就很容易 方得始终 你就很容易 不忘初心 这就是师父告诉你们的 要了解 要看他的出发点 和他的目的 你就知道他是否真心 有一句诗 千百年来 万里根 愿生四海 恨南平 欲知世上 刀兵节 欲知这个世界上 有这么多刀兵节 但听图门 夜搬生 所以很多人 整天的埋怨 我为什么不幸运 为什么我身体不好 为什么我这么不幸运 不幸福 为什么我灾祸 恒生 你们看一看 你们累世 你们积累了多少的杀业 你们今世 吃过多少活的生物 这一切都是一种夜报 所以学佛要有正确的修行观 才能开启你内在本有的智慧 所以有的佛教徒在 还没有学佛之前 他觉得他很快乐 但是学佛之后 他慢慢觉得自己有束缚了 觉得很痛苦 还让家里人跟着他一起痛苦 有的在家居士 有心学佛 世界好事 但是必须认清楚 自己 为什么学佛 因为想永远的幸福 永远的脱离痛苦 不是拥有一时的幸福 因为在没学佛之前 你就算有幸福 也是暂时 但是学了佛之后 我们的幸福 那是永远的 这就是修行的分别 所以正修的人 在内心深处改变 而假修为了某一个目的 在修行的人 他只是为了某一个方法 或者用一种理念 在学佛的过程当中 来改变一下自己 所以要修行 每一天 必须花很多时间 念佛 拜佛 念经 包括自己 共修 做善事 或与你修行 相关的功课上 这就是我们学佛人 应该做的事情 每一天的精进 会使你进步 每一天的懈怠 会使你丢失 你的本性 希望大家 好好地学佛 好好地改变 征修实修 进入如来智慧 用如来的智慧 让自己一事修成 永断 轮回 好 今天呢 跟大家就讲到这里 好 我们 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